回來第四節 特備節目 我也想說一下 節目和網台的發展方向 我們剛才也說過 其實我們想加回一節 因為其實我們一個星期一集的 時事節目很多時候 中間 有些事情可能發生了 或是有些特別的事情 我想跟Tony做一個比較專題的 我跟他現在的做法也是一樣 我們可能會搜集多些資料 有些背景和有多些新聞的內容 我們可能會當作一個專題 探討的角度比較深入 因為星期二 講的題目通常有很多 因為存了一個星期 因為 每天都發生很多事情 但是我們不可能每天都做節目 本身也有很多事情要搞 很多生意要做 所以 我們希望這個網台 我們盡量看能不能抽多少時間 一個星期做兩集 第一集一定是星期二播 第二集有機會是星期四 星期五 到時候要看情況 所以 因為有時候一個星期太多事情 我們都會錯過很多 昨天 我想說那個星期二集 我想說印尼那件事 忘記了 我經常發現你們星期二的時候 會錯過很多問題 可能有很多聽眾想你們說 你都忘記了 或者有些事情 我想著你們一定會說 原來你們都忘記了 是因為太多事情要說 你知道我一說就不停了 一開始多事情要說 有些話題你就忘記了 有些想說多一點 就會錯過很多話題 所以我們接下來盡量抽時間加多一集 希望大家可以 聽多一點我們不同角度的分析 盡量我們做專題一點的事情 盡量深入一點說一件事 那就會好一點 這裏就容許我有個打飛機時間 很多網友 都說當時可能覺得我是開玩笑 很多時候很有前瞻性 好像今天 我看到有個 建制網友說有一個漢幣 就是要流汗的 要跑一千步 走一千步就會得到0.95個 當時我說我們構思一個 Mondby 或是Mondby 其實 你們真的要用一支座頭去刮 連續要刮一個小時 要勞動 要做運動 像現在的Samsung有一個測試里行的一部 類似這樣你才可以獲得0.01個 當然我們是很苛刻的 因為我們希望你做運動 因為Mondby的面積可能很大 所以0.01也可能很值錢 不知道有人問我可以不可以來買樓當然可以 買海船也可以 拿來買我們的節目 遲些要給Mondby的特幣 騙錢 你多些幫我們 欣賞YouTube的廣告 這個我們應該會說的 Youtube的收入應該是足夠 蓋回了 營運成本 因為我們不想收大家的課金 也不想做收費 我們是不會的 因為不是欠一些錢 所以 也不想網友付錢才聽網站 老實說我們 如果不是一個興趣 你 出錢請我 我也沒有興趣做 有興趣的事情 我自己貼錢我也會做 這個節目 接下來我們會預告 可能會做兩集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會 搞網聚 這次就叫做兩週年 星期二得道的兩週年 兩週年那個地點 就會在尖東 一家叫做常中菜坊的一家中餐廳 搞的 因為場地所限 網聚的 只能夠放15位 我們也會預留兩位給我們的嘉賓和主持 當然要聘請嘉賓 當然不收他錢 馬來近會來 因為他到時 帶馬過來 還有幾位網友會來 會不會有齊齊蒙向編輯部的人 不齊齊 因為有些在 加拿大 有些在澳紐 封印過來說話 封印到時看不可以 技術上支援不了 算了 要是錄定吧 看看可以不可以 然後 那個地方就是 大家上網都可以查到的常中採訪 15位 賣出去就是13位 很近地鐵站出口 因為我們吸收過過往 我們以前做網台節目 搞網聚 太過隔涉地方 會影響網友 我們這次選擇的地方很近地鐵站 這個很近九龍香格里拉 因為他的行李一穿出去就是香格里拉 而且他也是近地鐵出口的 位置也不算太難找的 大家上網就找到了 收費是400元 因為對方要4988一圍 不過他收過4800 收平了百多元 我們已經下訂了 真正正好 豆領也沒有賺 因為如果我們包主持人那兩位 我們就會在YouTube的營運收入撥出來付錢 當然 我們也沒有理由要人家嘉賓付錢 但我們是要請嘉賓吃飯的 當然 網友就等於要付錢來 成全我們這個網台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也不是說要謀利 我們的方向其實也不會和大家收錢的 即是大家賺錢買六合彩是另一回事 不過就已經輸了四次了 其實輸得很沒心機 那個也沒得賺你 要拿上去買 買完了 我每次都要貼錢出來 大家只是齊齊拼一拼而已 所以我剛才的理論是正確的 經常都不中 唯有應該要減低一點住馬 買小一點 之前買三萬元的 其實我也很久沒聽過 買六合彩買那麼多錢 我們四次買了九萬多的六合彩 這四次 已經輸了九萬多了 這真的要大家 覆核一下大家的 策略 戰略 最新的策略我已經定了出來 因為大家都是黑鬼 大家都是黑人物 大家都是燈神 你和我都是 這個我已經告訴了Tony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一個 中開六合彩的人 理論上每一個人都是黑人 有誰會跟你說 我中開的 我經常都中的 這個也是合理的 所以 我的新策略就是 各位燈神 既股東 入錢的時候 一定要硬性規定提供的號碼 我們會只數頭36個 36個是飛起的 只剩下13個 買複式 就是這麼多 而這次 調整到200元一份 贏了谷輸就縮了 輸了九萬多了 輸了九萬多了 大家縮一縮 所以就減到200元一注 86注 所以大家 各位燈神 各位黑鬼 入錢就要記住 合號碼 合到36個之後就不用了 你自認好好想 我中開的 六合彩我每天都中的 應該沒有這個人 有你真的要讓我們認識一下 你覺得你很好運 別說甚麼 因為黑仔圖跟我一樣 這陣子經常輸的 那些就要 給號碼 如果你覺得自己很好運 不要說我經常中六合彩 我這陣子是逢得必勝 你就不要給號碼了 就等那36人 那36個黑鬼夾了號碼之後 你才會入錢 就要報號碼 就是這樣 我剛才拆開了我們網聚 我已經打了匯豐的戶口 大家就憑那個戶口入錢給我 之後留位 這次 是13位 856人左右可以賣給網友的位 其他位我們留兩位給嘉賓和主持 所以如果滿額就沒有得交位了 因為場地有限 所以希望大家 大家可以 擁躍支持 大家身正好 當大家拜年好 吃一頓飯 大家見面 就是這樣 網聚 記得來 2月23日 初八 我們已經包場了 7點半公後 其實我們也會早一點到 因為我們也會希望畫座的 因為那些位置可能要偏偏的 所以 我們到時也會想來 其實節目我們希望除了改革之外 我們也也希望 最近youtube 購入 點擊費 扣錢 有個網友給了我們一個建議 原來 Kick那些廣告 例如有一個box 彈了出來的廣告 又或者你看我們那一集節目的版面 裡面的任何廣告 你只要Kick進去 當然你可以狂禁 狂禁是不計算的 Kick一兩下 沒問題的 就會增加我們的廣告收入 我想做一個試驗 為什麼呢 因為網友告訴你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他們幾個家人一按一下 他們一條很小view的 YouTube 都有100多元 200元收入 如果我們的網友支持我們 就幫我們看這些YouTube的廣告 就會為我們 這個台 帶來 不錯的收入 我們就可以繼續 繼續營運 還有 因為我們到時候 當然希望 不希望花很多錢 但是 你們 看廣告 卡廣告來看 就等於 支持我們 比給貨金好好的 我要你 入錢在我的戶口 大家夾勤買綠學菜買碼 但是我不希望 別人給錢 因為我們不是靠別人給錢到日的人 Tony哥 以你現在的助力 你真的叫人入錢在你的戶口 我不是這些人 我也不是靠這些生活 也沒有意思的 說真的 你問人是黑錢 我不想的 我們的台也不會收錢 不過 既然 那些是以出之物 YouTube 預了給我們的 我希望有個實驗柴 每一位聽我們的支持者 聽眾 看的時候 順便旁邊的廣告 我們就 會有一個不錯的收入 未來也可能會舉辦多些活動 回饋給大家 另外也想招募一下 義工朋友 做圖 做圖很厲害 剪片很厲害 拍照很厲害 麻煩向我們報名 可以PM過來 我們可能會 再做多些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是有人做的 但是一個人的 workload 也太大了 我們看看能不能分散 尤其是做圖 如果我們要做多些節目 因為接下來我們計劃 將節目的 分鐘 只剩為15分鐘一節 其實也是學老蕭而已 參考 參考一些成功的個案 我們 希望 坦白說也能騙多幾萬V 平均一集也能騙多幾萬V 如果將它一開為二 就會有六七萬V 本來三四萬變六七萬 一個星期就做兩集 成二就有十幾萬 一個月就有八九十萬 基本上任何開支都可以蓋到 希望大家 幫我們做這個實驗 因為我們的數據 我們到時會參考 我們自從節目出了街 叫你們幫我們看廣告之後 到時 如果每一個網友都會幫我們看一兩個廣告 我們到時有個數據看到 原來增加了多少收入 我們會向大家報告 也將這個實驗的 結果 是會公佈的 當然不會說你今天按 明天就有結果了 希望網友遲滯 大概一個月 下個月會看到 收入會增加多少 有多少的增長 因為 現在的節目 我相信 很多我們的支持者 其實是他們問我們收不收課金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是不會收課金 也不會把台變成收費台 所以 如果你們想支持我們 很簡單 不是說 那段影片中間的廣告 是 Youtube裏面有的廣告 或者它旁邊有一個廣告位置 它旁邊有一個格子 寫著廣告的連結 你踢進去 原來對我們的幫助很大 這個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有個網友告訴我 所以 大家 成邀各位 跟我 共同參與這個實驗 我們 下個月就知道實驗成果有多少 希望 到時向大家公佈好消息 這件事大家不知道 因為我們在摩索階段 坦白說 我一直都沒有怎麼看 你知道本身自己有工作 其實節目 我一直強調 是一個興趣的性質 不過既然那麼多網友支持 那麼多網友聽 亦都希望繼續做 做網台 我也學多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要跳出一個框框去做 我和Tony也做了那麼多年 所以 也想 不要無疾而終 也想發揚光大 做得大約誰不想呢 問題也要我們僱著自己的時間 因為我們有時也會去公幹 有時也會有其他生意做 海外版 到時才算吧 因為 接下來我們也有一個project搞的 那個可能 可能大家有份參與 將來的project 但現在不能說 讓他們成熟一點 我才跟大家說 大家可以一起參與 這次的特備做了四節 希望能騙到幾萬view 希望你們幫我每集有12000人聽 成功的YouTuber 所以我想做一下這個實驗 是不是真的會多很多錢 希望就在你們手上 這集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